又到了观众老爷们喜闻乐见的留言丧强环节了 三天前我征集了新的话题 假如你就快要死了 然后请你交代一下后事 这个话题相对比较沉重 我共计选出了11条同意丧强的留言 第一条是疯狂的Full 他说他的身体超级棒 希望死后捐给北大医学部做科学研究 仗礼上放个午夜天的转眼 看到你这条留言我瞬间有些汗言 我说交代后事的时候 就说了怎么个安障方法 我想到的就是土账水账火账天账啥的 完全没想到遗体捐献的问题 不得不说 咱这个频道的关注者觉悟就是高啊 都是一帮有大爱的人 使我肤浅了 我自罚一杯 我也很喜欢午夜天的歌 但这首转眼我是真的不会唱 不然我高低给你唱一首 要不我给你唱两就是天使吧 当当当当当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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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你就是我的天使 保护着我的天使 问他我 他说希望把自己埋在父母身旁 我始终是他们的小儿子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土账是怎么个买法 我们这嘎咱是一大家族都买一起 跟梁三好汉排出了字 差不多按照备份高低排出一个阵法 朋友嗯我用翻译工具翻译了一下 过年吃的特别饱 就这样了我的钱不多希望买份保险留给父母 为了多挣点钱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 看月月月全年复一年的经过 看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 怕潮起潮落 怕换了换事错了又错的通通 终于我的生命只想生存 或者只会不惜吃饭喝水的生活 就算你觉得生活很不如意 哪怕觉得自己如同行尸走肉 你也得好好走下去 因为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那些爱我们的人 网友为我众议港月 李克勤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如果我死了 我希望在我的仗礼上 循环播放他的歌 希望他会来看我 然后把我的骨灰撒到香港海岸 李克勤的歌 港月那就有点为难我了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真的是比较有性格的 其实我特别讨厌我们这里仗礼上放的音乐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听着觉得特别别扭 而且很不好听 我想的是如果我将来死了 账礼上就放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死儿都能成 死都死了 我也不想给自己亲人添堵 最起码让他们听一首欢快点的歌曲 老朋友能不能告诉我爱神的ID 他说我没什么交代的 人生重要的是经历而不是生死 死后一身体捐献 为人类做点贡献 你就是我的天使 保护着我的天使 同时我再没有忧伤 网友ECMoneySniper93 非常惭愧 我就认识个Money 他说死后要求非洲大哥 抬棺材尬舞之后火葬 感觉我现在就要把你给送走了 你这一套程序可不少花钱 非洲大哥台湾棺材还得给你火化 火化完又得买骨灰盒 你这是大户人家呀 网友MAMUSGE说 我最喜欢的殡杖方式是 把自己的骨灰洒入大海中 其实这个我也想过 但是考虑到我不会游泳 而且我有点深海恐惧症 所以我又不想撒海里了 希望你能找日当上海贼王 网友孤独的佳佳说 希望死后不要搞得那么麻烦 直接火葬完事 不要死了死人 还要累死活人 这个我完全同意 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死后一切重简 挺好的 网友大好时光说 梦未尽 但人生也算武汉 三十一岁 咱俩同岁 梦想是创业的公司做大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目前才创业三年 说武汉是因为父母双钱 足够爱我 有过支持我的夫人 还有两个可爱的闺女 刚好我有个儿子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儿子长得跟我一样帅 有志同道合的活伙人 你这很明显 就是不想死的嘛 你这也不是交代后事 我看你是来凡尔赛的 但不得不说啊 咱这个频道的观众 那确实都非常高端 就算现在普通的 坚持关注我 将来也会变得高端 我跟你们一起变高端 网友老六呀说 我要在我的墓碑上 刻上我的收款码 你确实是个老六 但就怕咱们这货币 隔地府冥界或是天堂 根本行不通 不如这样 你死后在墓碑上 刻上我的收款码 然后我再买一些 冥币损给你 我稍微搜点手续费 这样对咱俩人都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所有的后事交代 只要互联网没有消失 D台K台B台Y台 这些视频平台没有倒闭 他们都将永远备份 在我的频道里 祝大家都能如愿以偿 好 好